巨大白色农烟从远方直窜天际 整条街道上不满被摧毁的建筑物残骸 民众被吓到室内 惊魂未定 伊朗当局表示以色列20号朝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发动今年度第一起空袭行动 瞄准目标就是伊朗革命卫队在当地的基地 至少造成包含组织高层在内五名成员丧命 根据CNN报道 这些罹难的军事顾问 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交情匪浅 针对空袭叙利亚 以色列当局并未做出回应 但伊朗官媒转述莱希说法 表示绝对会让以色列付出代价 只是以哈战火持续外溢 最挺以军的美国再度成为敌对势力的眼中钉 美国国防部指出美军驻伊拉克基地 二十号遭到由伊朗资助的民兵组织 发射十五枚火箭弹攻击 十三枚被防空系统拦截 但仍有两枚击中基地 造成至少一名成员受到重伤 美国为了摧毁伊朗在地区扶植的武装势力 也积极回击版制 美国中央司令部接续周五的攻势 二十号再度撤毁一枚千年运动 准备发射的反舰飞弹 不过欧洲智库专家表示 千年运动组织去中心化 飞弹藏于山林 擅长打游击战 美军想要完全瘫痪敌军行动 恐怕有难度 中东多处战线局势升温 就怕各地烽火越烧越旺 最终演变成全面开战 一发不可收拾 再来新闻 新疆报导 最终有 Backed